姐最會是跟小孩吵架是為了小孩 說到這個 真的很生氣耶 她已經開學這麼久了 為什麼鉛筆盒裡面都沒有鉛筆 我的腦袋裡面大概已經飛遞到500次 停水怎麼沒通知啊 拚你的管理費 本人我是覺得我個性溫良公儉讓 所以基本上發瘋的時候不太多 但是真的踩雷的時候也是會炸貓的 當然二話不說絕對是小孩啊 我覺得我每天都在爆炸的邊緣 姐最會是跟小孩吵架是為了什麼 說到這個 真的很生氣耶 比如說她已經開學這麼久了 為什麼鉛筆盒裡面都沒有鉛筆 然後老師就會打電話來傳簡訊 傳LINE跟我講說 媽媽那個 她那個開學到現在 鉛筆盒裡面都沒筆 每次上課都要跟同學借 然後我就問她為什麼 她說就一天到晚不見 她的筆一定都是在外套 褲子 口袋裡面 很多筆 所以我現在統一都買了一個就是 非常醜的筆 然後上面都貼她的名字 然後我說這一系列就是你的 就是這麼醜 你就給我用這麼醜的筆 因為別人也不想拿你的筆 那用很醜的筆會改善嗎 有改善一點 但我現在覺得最奇怪的是 那些很醜的筆都在鉛筆盒裡面 但她口袋裡面還是不斷的有各種 別人的原子筆 對 她還是別人的筆 男生就是這樣很欠揍 我的腦袋裡面大概已經 飛逼她五百次 罵她一千次 不方所有那些那個女兒都會嗎 女兒真的都不會 女兒真的好貼心 我是不知道她青少年 青少女的時候會怎麼樣 但目前真的是貼心到爆炸的那一種 女生就是貼心鬼 她就是每天都要抱著我睡覺而已 而且我睡左邊 爸爸一定要睡右邊 如果爸爸應酬比較晚回來 他就一直打電話給他 爸爸說你今天回來 你不回來我怎麼睡覺 你不能回來陪我睡覺 所以他爸爸知道手都要飛奔回 小孩讓你那麼頭痛 你還會想生第四胎 唉呀 頭痛都是現在的事情 十年以前都很好玩 有跟老公講過的事 想要第四胎這件事 我其實生老三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我想要再生第四胎 是我老公握著我的手說 可以不要嗎 他說他受不了 奶粉尿布 預防針 打針 看醫生 生病 就是不斷的巡迴這種事情 對 所以第三胎就結束了 我真的很謝謝你問這個問題 對 不要再為難自己了吧 可以嗎 好嗎 好嗎 我們會見他 好嗎 是